嗯 大家欢迎收看这边 谢谢时间是8月20号的三年就是时间段 然后讲一下这几个东西啊 大盘石油黄金 呃sb500石油黄金 然后现在大盘有些回呃滑落吗 然后联储局啊 主要是今天在中午两点多 差不多时间段吧 我们看一下这里啊 呃 在这里 在今天的 呃fomc meeting吗 在两点的时候吗 差不多两点时间段 这个也是也是个sfomc meeting 呃 联储局发表一些声明吗 一些评价对对经济的评价 那么后来股市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吗 啊 差不多是这个时间段两点的时候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在 一点差不多这里吗 然后就开始一直往下走 那其实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达到all time high了3000 9999这附近吗 其实如果今天如果能够close 如果能够close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是all time high了 但可惜啊 没有吗 然后在两点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加 一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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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 加拉着机吗 大家再说一下 然后 接下来明天的市场比较关注就是每周四的事业报告吗 每周的星期四啊 都有事业报告 是第一次申请事业的 呃 叫weekly claim 吗 其他方面有没有新闻 我等下再留意一下吧 其实还有关于 呃 这个新冠病毒那个新闻吗 我觉得 可以留意一下吧 不 然后就是现在美国有一些大学吗 刚刚开学一个星期就又重新 关了就是又变成网客了 在网络上上课吗 那这个这个新闻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疫情疫情的情况发展 那么 哦 先看一下 等下再说吧 然后说一下pfe 这个series 还有exas这个 这三个里面 我对这个挺感兴趣 这个series啊 我刚才去看了看 我就这个我我刚才在我旁边里面吗 跟他说先 我我我一般我该去找这个股票的时候吗 我按进去 我后来发觉 哎呀 怎么搞的 这里已经有这个 因为我这个股票好像有点点印象 不是很清楚 有点印象吗 我按打进去 哎 我发觉这里有个图吗 这是我之前做过的笔记吗 就之前画过吗 他还留在这里吗 那我看了一看 我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在 8月初的时候吗 后来我去我的 我的这个 哎 这个历史答案里面去找一找吗 是在 8月12号的时候 我等一下我去看一下 呃 大家看一下是在8月12号的视频吗 有讲到这个这个series吗 你有兴趣可以看看 那么这个是之前的记录 之前的 8月12号的时候吗 所以8月12号的时候 然后当时的价格是在这里 那么在这个位置吗 那么回顾一下 等下再多说点 就是回顾一下 当时我说啊 我后来的中心 我说价格 等到回到这个地方 这个下方 再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 终于到了19号 也就是在我这个是录视频的 前 大半天吗 因为我现在时间是凌晨吗 但是在19号的时候吗 已经在这里有反应了 我当时可能不是你问 是可能另外一个人问的 是不是另外一个人问的问题 我不知道 反正是我 我这个问题有在下方留言过吗 后来我就 当时有回答过吗 在这里 现在已经回到了 原来我自己说的关注的位置吗 刚刚碰到这里了 等下再说一下什么变化 我非常非常的一个 非常的 完整的一个 倒到这下方 然后PFE的价格有点 你是说中长线是吧 EXAS 我看上去 不考虑 这种盘面 不太喜欢这种盘面 PFE的话 什么点位作为中长性 比较好 PFE PFE现在只能过注突破了 没有法 没有办法反弹了 现在 没办法反弹了 下面这几个东西 今天CIM又涨了一些 我今天CIM先测了一些的 测一些的 我继续留了一点 我继续留一半 留一些 没有 没有 超过一半 六层已经 六层多已经测了 CIM可以的话 今天是没 实际了 MIL是涨的吗 涨的不错 CXOS没什么变化 下面的话 基本上主要是CIM 我这里加一个东西 其实我本来不想加 后来我觉得 我们加一个吧 就是可以关注一下 CLX就是 CORUS吗 就是做做那个 Bleach那个公司吗 Bleach叫什么来着 忘记了 反正Bleach吗 就是在家里 清洁 清洁那个厕所呢 反正卫生间呢 清理那个东西吗 Bleach吗 这个公司吗 CORUS 他最近前段时间 因为新冠 这次的 疫情啊 pandemic 让他这个股票爆炸吗 因为很多人都去买bleach 都去买很多 他的prada吗 爆炸 然后现在呢 最近前段时间好像 又降下一些了 不过今天我刚才去找股票的时候 我突然注意到这个股票 大家看一下 呃 业绩报告出来之后吗 其实大家看一下业绩报告 其实非常好 但是有时候价格塞太高了 后来就回落一些 现在可以回到这里 这几天又开始逐渐反弹了 所以这个趋势目前是非常的漂亮 还是完整一个线上趋势吗 所以 这也是我一个关注的一个位置 呃 这个是CORUS 呃 是制造制造一些清洁 清清洁那个 一些产品 呃 好 现在说一下 SMI 500 这个盘面目前是0.26 今天的话 从这里呀 就是这个高位嘛 蹦 降下来 降下来的时候收盘的时候啊 等下看什么情况 我这里我可能再买进去 我刚才其实这里买了一个 欧元对日元 后来止损了 我现在又反弹了 我估计 录完这个视频 我准备杀 再杀进去 呃 嗯 再等他降会了吧 现在是我刚才是几点 现在是3点多 我刚才 是在 OK好 我就说 我就现在视频说完之后再想一下这个怎么处理吧 其实有时候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做我做视频的时候我平时都在3点到5点做嘛 那有时候做的时候 错过机会的 所以说我现在有点 不够专心现在一边做这个股票一边在想的这个东西 好吧 我先 你看这里有点开始反应的 现在这个位置吗 我现在先把 先把这个视频 youtube 视频先录完吧 OK 现在这个位置啊 呃 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 在今天收盘的时候 我们是在 是在下午的 4点收盘 在这位置吗 其实原来这位置啊 这个是 19号的4点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吗 也是一个关注的位置 呃 在这个点位吗 那么后来的话 大盘下位 在 5点6点有所反应吗 不过马上 到了这个亚洲的开盘 开盘时间就开始逐渐往下走了 然后现在降到这里 这里我刚才就是用小时线 他的反弹的位置吗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可以跟这里连接起来 那么是在13号 10号 这里也是一个挺挺好的一个地方位置吗 这个地方 如果这里再打破的话 接下来就要轮到 就要轮到 我估计同等的同等的强度的话 就要轮到 3330这附近呢 3330 哦 是3329 这样子吗 这个位置吗 谁说 看看这里 这里目前看来是市场是很强劲的 那我看了看 大家看看 给他看看东西叫NQ 这个是纳斯纳斯达 纳斯达100吗 1min 的旁边 大家看一下 就可以注意到是科技股啊 科技股的这个旁边还是非常的 没有碰到这下面 但是呢 已经在这个位置了 谁说已经到了第一道 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防线 现在我看上去吗 也许明天大家可能会这样子吧 可能直接反弹 要么就是这里 然后在这里 然后就开始下山主了 所以这个目前位置还是比较好了 所以说科技股方面不要学 而都比我今天 而都比我没有全测掉 我继续留着吗 其实我今天 我原来是想过是4000 47480左右吧 今天我其实这里完全可以测掉 我后来也没有 也没有测掉 还有个CIM今天先 先 测测掉 在收盘的时候测掉 测掉六成了 这是短线文的日线没有测掉 小时的短线文已经测掉 从这里 这个 这个还是比较成功的 目标是在 214左右吧 214左右 这个当时比较成功 没有等那么久 都比等了很久很久了 一个呢 两个星期多了 这个比较快一CIM很快 呃 这就是大盘的盘面吗 非常的清晰 对吧 看下看清楚 还是 我们先来看着办吧 大肠会有什么变化 然后下个是黄金 黄金的话 呃 在今天这里建起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黄金的盘面 现在价格就是稍微回落 这个现在这个啊 会好一些 就紧接着这个 从日线上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 是 一个 低到 小这个是比较多 短期的是三天的 还是几天的 三天 14号 14171819是123455天的 这是一个星期的旁边 这是位置吗 这下面是更长的 那么 其实这个地方我之前已经讲过 这个最佳的位置吗 中日线是在这里 现在的话 其实现在已经 价格也不是非常的好 呃 石油的情况是逐渐往上走 现在已经到了这里的 我看这个石油的旁边非常的漂亮 就是一个 呃 你可以看到这里 这是标准的一个 我们叫ascending triangle吗 这里马上就要 这种是不是非常好的一种突破旁边吗 其实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我没有写进去 这个是Visa 呃 这是是Visa 跟DLTR 跟到 这几个都是属于突破的旁边 一个是D 到吗 但是这个要再等一等 我觉得这个要 快要 差不多了 这个还在等一等 Visa的话已经已经 已经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这需要 呃 今天这几天都是在这里降下来吧 需要 突破这个 204 203这里吧 203.5这里 突破这个位置吗 只要close price about 这里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 现在的话一直在这里徘徊吗 这里是关键点吗 突破位置里 这个位置吗 然后 呃 还有那个PFE就等下要说的PFE也是这个同样的情况 发一次吗 其实然后这个发一次下价格有 有点那个 我觉得价格不是很厉害 现在 这个Series这个这个价格真的是 这个可以关注一下 Series 好 我今天 对 现在说完了好像吧 大巴士有环境都说完了 现在说一下 今天的一个市场回落 联储对经济不乐观吗 总结一下就是在这里 其实这个这里CNBC今天 总结的很好 哎呀 US China to hold trade talk in the coming days the Chinese commerce ministry say 这个是我实在此时这个我这个录这个视频啊 我刚刚看到我刚才都没有 就刚刚的新闻 我想是不是这个原因使得大盘上升上涨 就是这里有所反应吗 啊 我刚才都不知道 就我录视频啊 我刚刚看到这是最新的新闻 CNBC这个breaking news 中国跟美国要这个进行一个trade talk 接下来这几天就要开始的 嗯 我记得前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就就那么前几天 是昨天还是前天吗 川普说什么要 要停这个要 不搞这个吹套吗 结果现在中国这边也有说 后的这个 吹套吗 马上要要开始的 所以说 这个新闻啊 每天都在变 呃 每天都在都在变吗 呃 变来变去前几天川普还说什么没有 不用什么吹套现在中国这边又又说 我们 中美双方要开始进行 接下来几天又开始了 这个贸易贸易这个谈判了 讲话 非常有意思啊 啊我现在就总结一下 这个文章吧 这里是最重要的就是 OK今天啊就是联储局这段话 我认为死的市场 稍微有点受到惊吓吗 说现在正在进行的 呃公共的这个安全的危机吗 对于经济的活动有一个比 这个冲击是很大的 非常大的 其中包括经济的 呃活动还有什么 呃 就业了还有通胀 在短期之内 并且对于接下来 中长期的中期吧 的经济的 这个预估啊 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吗 然后并且 表示呢我们这个 rate 还是不 不会改变的 呃这个 方位还是不会改变 并且表示我们现在这个经济还非常需要 monetary support 而且呢 下面还说需要physical support 就是需要财政不但要 monetary还是还 而且还需要 physical吗 是 就是财政是由政府那边也要一起来 帮助经济就是说纾困方案吗 因为联储局他只能够做 控制这个 资金 他只能做一部分吗 另外一部分财政 方面需要政府来 来出来帮忙吗 也就是现在民主党跟共同党一直在 进行的 加紧的这个 搞的这个 纾困方案 呃 还有接下来就说到星期四的时候 现在市场预估是 大概是 92万人 92万人申请失业吗 实在 还说没说他每一周是 像上一周吗 就是在 呃 9号 到15号 就是他每次的 weekly claim 都是说上一个星期的情况吗 就现在他是说上一周 市场的评估是大概是有92万人申请 第1次申请失业first time application 呃都是啊第1次啊第1次去申请吗 这个申请 呃 first time applicant 然后 对基本这样子的 上一周的时候是跌破了 100万 啊就上一周就是在 8月2号到8月8号的时候吗 是 最近这几个月来第1次 申请失业人啊跌过 跌破100万吗 那么就接下来这周是现在市场是 上周是预估92万 呃这就是基本就是这个新闻了 然后我再看看 呃 首页的 我看一下 这个是breaking news吗 他通常情况下cnb是这样子 如果说有什么breaking news 他会把这个新闻 先打出来 但是呢他并没有任何 他说this is breaking news story please check back later for more 所以说我们只能够等到 过可能一两个小时之后 呃会有更多的 详细的事情会发生吗 但是这个首先对市场 肯定是一种 啊正面的东西吗 但是具体要讲什么 接下来几天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不是很清楚吗 因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知道抖音 微信各种各样的 对于中国公司的制裁什么华为等一大堆的东西 都使得市场有那么一点点感到 不太舒服 呃现在看market watch有什么新闻 我market watch其实我刚才就看到有个东西有叫airbnb 大家知道被airbnb吧准备要开始做IPO了 我个人觉得 anb airbnb这个股票可以做 长性 就是 超长性 可以放个几年这样子吗 airbnb IPO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挺挺挺 挺期待的我现在我估计他第一天IPO可能价格会暴涨很厉害 或者或者一几天的时间 bmb吗 不还是那句话 玩这种东西IPO的话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要有一个固定的准备的资金吗 固定买多少 超过就不要动了接下来就等用时间来等了 千万不能够 买进去然后他记在买跌 再买跌的再买跌的再买这样的话很惨的会到时候会把整个资金被一个股票两个股票给 就 给困住吗 还有其他方面 没有什么东西 你看这个market watch他的更新的新闻比没有cnbc快 他没有讲到 中美的谈判接下来几天又要开始的 但是他这里没有讲到啊 所以cnbc新闻会快点 那我再看看 彭博社也没什么新闻 Breaking news Ladies 这三个网站 特击 所以是我去 对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说 就这三个网站来说啊 公司的这个新闻区道来说cnbc最快的 啊 cnbc最快的 好我就讲到这样 那现在接下来就回答一下这几个东西吧 啊一个是pfb 呃 pfb看起来有点像是做 oh my god 看看这个这个sb发行卷 ok好再等一等这个澳元的日元 我再拿他价格再稳定下来一下 好我先看看 大家看一下在大盘正在开始 快速的法有有反应很很好的反应现在 呃 我现在先看一下pfb pfb是在这位置吗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他的价位呀 在这个点位 哦按错了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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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你要是说你说 可不可以做个长线投资 我是觉得价位是比较差的现在吗 你其实在过去的6月份的时候吗 你你可以注意到在之前这段时间 不 我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 有时候啊 我有点好奇吗就是你问我问题的这个 这位 或者包括其他人 你为什么如果说你对pfb感兴趣你为什么是在这里 考虑呢你为什么不是在这里考虑呢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我 搞长线投资 一般情况下 我有感兴趣的股票 如果说 比如打比方 除非我手上已经没钱了 啊 所以就是 我每一年比如说有 比如拿多少钱 决定决定买长线股票 我一般情况下 如果说我对pfb感兴趣的话 我通常情况下 一般的价位 我不敢说我能够在这里进场 但是我通常可以在34 33这进场 这 地方我会进场吗 一旦突 高过34这地方 我就有点 不太那个了 我打比方上次的不是mrk吗 大家有印象是吧 我mrk的时候我当时有没有跟大家说过中长线的机会在 375这里吧应该大家 下午一看我几个月视频的观众应该有印象 就是我当时说 医药国里面我比较感兴趣的我觉得可以关注的或者我如果愿意说中长线的就是mrk我讲了好几次是在 6月份的时候吗 好像连续讲的好就是在这一代吗我一直讲吗 中长线包括bak吗 啊 这个ban american 我是在这里讲的 是吧大家应该有印象7月份我在这里讲 现在讲到这里吗这是中长线的这个位置吗23块 包括这个mrk 也就是说 我感兴趣的股票我一般 有个心理教育合理教育吗 所以这个位置我会买 包括这个pfe像这种股票 我如果买了我如果我感兴趣的话 我会在 我通常一般情况下我可以 感受到价格就是通常合理价格 是在这个 这一代吗 因为我可以算出来大概他上下高低平均值吗 下方吗现在的价格其实已经不太理想了现在 谁说你要是中长线 呃 现在这个位置现在这个位置现在这个位置其实比较看起来游戏像突破 所以说 你要是说超长线 呃 哇这个真的是不好说 我反正 哇 我我我都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看这样 我我我我老中在会 嗯 现在这个盘面就是这个盘面 你如果要去 做多的话 我通常我是希望他能够价格能够到达 因为现在他还在这里徘徊吗 有可能会继续往下走 如果要是做多的话 因为如果说接下来如果大盘表现很差的话 他这里会狂价很厉害 你可以注意到之前的价格 他的价格波动速度很快的 啊 之前 就就那么2020年 到现在8个月的时间里啊 有一次从40几降到了 28 又从39 降到了31 现在这个位置吗 也就是在之前这个位置吗 看一下在 在这一带 然后现在在这一带 你没注意到这个地方呢 注意到这里有一道 你可以说是阻力或者是一个关键需要突破的位置吗 现在整个盘面是有种有种这种感觉吗 我会觉得等一等吧 我我个人是觉得 可以继续观察 如果是很有信心的人 其实是可以 如果说对这个股票很有信心的人啊 他觉得 一定会在 一定会突破的话 其实有的也是可以在这里先见 见仓吗 这里先买一些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有的人吗 然后 等到他这里 冲上去的时候再买剩下了 就完成了这一道突破 这样子吗 可以提前买 就这里做反弹 这里再做突破 一半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这也是一种方法 OK 但是你要是说 是不是长线投资 我是个人是觉得价格 不不太 不特不是非常好 我看一下 这个位置 OK吧 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坏 其实也不是很坏的 也不是很坏 因为 他的股息 很好 我记得 他的股息很稳定 是吧 股息也很高 价值也很高 我忘记多少 因为百分之三点几 之前我知道有三点几 快四左右 现在我不知道多少了 那么 也OK吧 也OK吧 也不能够说很差 只是说 不是非常的 理想吗 这个价格 因为知道整个大盘 他现在很多股票价格都超高的 现在 我知道今天有个新闻出来 GILD 暴降 大家看一下 GILD 他有个有个新闻出来 就是FDA 没有批准他的一个 Otheritis 我也不知道这个 是叫什么来着 一种 一种病吗 一种症状吗 他那个药没有 没今天被 没有通过吗 所以说 今天降了很多 降了多少 4.5% Oh my god 这个股票很差 虽然说前段时间 关于瑞德西韦 那他火了一段时间吗 从这里 我们之前关注啊 从这里涨到这里 结果那个 瑞德西韦或者说新冠病毒 已经 已经过去了 就是 没有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上升期啊 是他最 最红的时候吗 过了吗 然后就开始一直往下走了 所以说买医药果还是比 比较喜欢买这种 Merk那种 传统以上的超强果吗 Fizer 其实PF也是很不错的 还有这个江森江森 我就更喜欢江森江森是全能型的 他又有医药 又有 民生必需品吗 他是属于 综合型的股票 是属于那种 巴菲特那种 最习 最符合巴菲特要求的这种股票吗 叫江森江森 这种类型的股票吗 不过江森江森 价格也有点高了 我是在 120多买的 我开始重新回来 玩股票的时候 我当时 就是说我已经埋伏好了 因为我对江森 感兴趣吗 等到他价格降到这里 我就砰杀进去了 嗯 我想对于你说 就是你以后如果你对哪个公司感兴趣的话 你要早点 早点埋伏好 这样子吧 好讲到这里 把它先说一下 CRUS Series 真的我感觉 很有 我对这个股票有感觉 首先说 你要知道 他做什么东西 其实大家知道 我一般来说做中长线或者长线 特别是长线或者是投资 消费产品 我首先要告诉自己 这个公司到底是做什么 所以我刚才 Series Logic 我去网络上去查了查 Wikipedia也查了他相关的东西吗 他所做的东西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厉害 包括他的用户啊 包括苹果公司 也有用他的产品 我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有哪些公司他是做 主要是跟那种 影音有关的东西吗 音响的 什么 speaker的 还有这种什么 各种各样的影音产品吗 是他的强项 就是跟声音有关的那种 传输的东西吗 大家看一下是analog 还有什么mixing audio Integrate circuit 说这种东西吗 他在这方面有 有将近三千五百个专利呀 三千五百个专利 issue 还有的是pending 就是还在等待的 OK 那么他的客户有包括哪一些呢 包括索尼 苹果 Vizio 这个是什么 这个好像 我现在还有人用这个吗 对对对 还有还有人这个是广播的 三星pioneer Panasonic Motorola 什么这个也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什么公司 这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Lenova是联想 LG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 Herman Herman International 这个也是很出名的音像公司 还包括福特 很他有 超过三千两百 的客户 你看这是这几个是比较大的几个吗 苹果 就是我们听平时 你苹果iphone里面手机所用的一些 一些 跟声音有关的一些 设备吗 还有一些 装置 那些硬件东西吗 很 有就是有一部分是来自这个Series Logic 知道吗 还包括索尼 包括索尼有很多有些音响 他音响产品 而塞的 都有一部分 他用的产品呀 这个里面的部件零部件是来自 Series Logic 所以说Series 这个公司啊 确实是在他所做的领域里面 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的 包括他最近的业绩报告也是很漂亮 我看了 Kontact的业绩报告 还是 对这次的这个 病毒嘛 他的整个公司的 Revenue 跟Earning 是上涨了 整整整个期间吗 看他的 团体 你看他的最近的一个 就是从 我看一下这里是什么 Consulted Earning OK First Quarter 两 两亿多 就总结一下吧 各方面数据都相当的不错 你可以看看 就是说跟 跟上一次的 19年相比吗 你看都是上升的 是吧 这个很专劲 因为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爆发这段时间 他还能够有这种成绩 比上年同期相比都是 要好的 总的来说都是好 好很多吗 好不 好挺多的好像 看上去吗 包括Earning Per Share 我比较关心的是 Revenue 一个是Revenue 一个是 这个 Earning Per Share 都是比之前好赛 你好 当然 具体什么原因 我没有看清楚吗 因为我 一般来说看这个东西 我是很快的看一遍吗 快速的 首先我知道大概公司做什么 所以说我手机已经确定了他在 他所做的领域里面是很厉害的 非常厉害的 包括苹果 包括索尼 都有用他的 产品都需要他来做吗 怎么他有做很多很多的东西 OK那么现在股价方面 基本上是在这位置吗 我看看这个是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其实我可以考虑做个中长线不错 但是我希望他能够接下来这明天吗 这是第一天的反应吗 第一天的反应 把这个删掉下 是 first screen opening price 在这里吗 open low up close 现在第一天的情况吗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风险还是有点高 我去我觉得最好的话能够 在 等个一两天的时间 能够 有个比较明显的反弹之后再进场会比较安全一点 OK 呃因为他也有可能会降到这下方56块这里吗 这道房线也有可能会直接这里直接上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看如果说过几天能维持住的话那就就OK了 如果是不能维持住到了这下方 到时候再评估一下这个位置 市场会有什么反应吗 啊基本是这样子 这个公司确实相当不错 我我挺感 我觉得 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 sales larger 但是回 我可以回顾一下他过去的历史 这段时间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表现的怪怪的 但是这从此以后呢 从此以后就开始 非常的一个顺畅的一个发展吗 啊这阵子你看这是 上下的价格吗 中间是平均价格吗 OK现在的价格是在 这个地方消息下一点的地方 所以这种股票的话 就是比刚才 呃 就是这会消息好一点吗 不还是那句话再说一下 那么他现在 就是说如果是做中长线有加止损的话 就那就是要等 那消息再等一等 呃这个是周线的 呃 老实说 我这样子我的想法是 两天以上 两两三天 两三天的时间吧 明天后天如果两天都能够继续往上走的话 我就会更安全点 因为他这段时间的价格价格讲 这样的速度好 很很平稳吗 也就是还有能可能继续把它 卖掉 所以说 因为我感觉好像 有可能会到 也有可能会到这个地方的价格 OK好就这样子吧 我就稍微解读一下 关注一下 他接下来这几天 给他点时间 啊我就这样比较保守一点 比较安全点吗 看看能不能够 再讲再讲几天 呃好 现在说一下 EXAS 这个公司啊是做科学 他主要的主打产品是做这个吗 我刚才也不知道这具体是什么cancer 因为后来我查一查 是这个吗 他这个公司的主打产品是 跟癌症有关的产品吗 治疗方面 这个产品是什么 是叫 叫什么叫 大肠 直肠癌 直肠癌 等一下叫大肠直肠癌吗 呃 叫什么 Colorato吗 Cancer 我不知道这个 我不确定怎么读这个Colorato Colorato Color 叫Color cancer Rato cancer 两个合在一起 他是主要是做这个产品的 我看到他业绩报告 啊这个 我看下是 1x xas 那么 这个旁边就 哇这种旁边就不太那个了 现在 中长线之前在这个地方没有维持住 蹦降下来了 所以说接下来就要炒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也要 因为像餐一下子连续这样四天啊通常情况下我就 我会等着吧我看看接下来什么变化先等到他什么时候长在说因为现在尤其有可能他一直往下走 所以我不会太去 不想去 拆你知道吗 这种情况下我 像刚才那个 CIUS比较稍微容易看一点 这个股票现在就有点 不正常现在吗 所以说不太好去评估 至于公司具体的情况我我刚才没有时间 没时间看我没看我该主要是看了CIUS吗这个股票 我没有看了非常多吗他的公司内部情况业绩 我是感觉啊 中长线 免弹 这种股票 但是呢日线 日线的话 可以 可以等一等看一看吧 但是因为他现在正在往下走吗通常情况下 这种这种趋势 我不会去做任何的评估吗 我不会去做任何的评价 我要等到他什么时候稳定下来现在还是 不好说 对 因为这里已经跌破了吗 好吧就讲到这里吧这个这个我没法这个这个要等一等这个这个不不好看这个 要等一等 好在业绩报告方面我刚才看了这个公司的情况吗 大家看一下他这里有个东西我大家可以稍微认识一下了解一下 对于这个公司他自己说我们没有得到验证 是他自己说了 说 美国 这个 只叫 大肠 直肠癌 这个 呃 癌症啊 在美国是第2大杀手 排第1名的是什么 Lung cancer 肺癌是吧 应该是 Pakreatic cancer 哦这个 这个还是 Pakreatic cancer是 呃乔布斯就是死于这个 Pakreatic cancer breast cancer prostate cancer levar cancer OK Lung cancer 是 烟的叫什么来着 肺肺炎肺癌 Lung是排第1名吗 你看他说每年啊这个 在美国有 53,000多人吗 是死死于这个 呃 这个 大肠直肠癌吗 然后 他说 Pak 这个看过去很厉害这个公司 他说可以 就是目标呀 他的公 他们公司的目标要提前发现 提前治疗吗 Early 你看他们的目标追求目标是 早期发现 然后呢 可以 有 可以那里 就是 有可能会改变你的生命吗 Life changing innovation Keeping people first 好吧就讲到这里吧 这个股票我目前没办法 只能够继续等到在价格波动的变化了 然后就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收看 然后 呃 点赞订阅分享 下次再聊 OK 拜拜